你拿凳子拿文件来 你不要家伙 这个气急败坏的女人姓王 她是村子拆迁后的回切村梅 王女士正在怒怼烧铺古梅 表示烧铺借在回切楼的楼下 且占用的地是拆迁前村子的宅基地 因此底烧拽到的收益 应该和他们回切村梅方 烧铺古梅忍不住 他们拆迁这是国家有政策的 一平米补多少钱已经都给补齐了 古梅薛阿姨表示 回切村梅胎得无业 到处拆迁 要补偿的房子和钱都已经给到这些拆迁户了 他们没有资格再来分烧铺的收益 回切楼位于北京市环州区 小区有11栋楼 1204户居民 其中的6栋楼属于回切楼 回切村梅有308户 烧铺就位于这些回切楼的楼下 有29间约3000平米 如今赚到的收益已经超过了960万 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底商是村合作社 对外出租建设烧铺的钱 是外围股梅统资的 所以股梅的态度很明确 960万应该他们来分掉 而回切村梅一口要定 商铺占的是他们贡献的宅基地 960万和股梅一点关系都没有 回切村梅代表王女士拿出了证据 是一张会议纪要 纪要上说明 拆迁的村子 是到底首个城中村改造项目 和以往的案例不一样 所以 不是给玩房 给玩钱 拆迁就算结束了 且这些底商的店面 是到处拆迁时 回切村梅争取下来的 没他们的争取 就没这些商铺 其实 股梅的要求也很合理 如果他们没有收益 拿不到钱 那到处 他们投资这些商铺的意义在哪里 店面 就是股份合作社 出资购买的 现有的收益 以及将来的收益 他们一直都要分道 双方陷入了僵持 谁也不让谁 这该如何是好呢 商铺 建在回切村庄的宅基地上 总收益 已经超过了960万 谁来瓜分这笔钱 成为了难题 到底是应该给回切的村民 还是应该给投资商铺的股民呢 解决问题的关键 就在于 当初拆迁项目的会议纪要上 回切村民代表解读了这份纪要 表示这些商铺 是为了解决拆迁村民 从村变楼后 生活成本增加的问题 额外给到的回切村民 另一边 股民代表的注意力 则是关注在纪要的第二大点 上面明确写着 商业盟店的经营收益 归全体股民风向 专家对这份纪要做了解读 回切村民关注的纪要第一大点 其实是一个整体的政策 解释了底商是怎么给的 为什么给 谁买了谁来负责 股民关注的是纪要第二大点 则是解释了怎么分配 分配的方法是什么 这两点不能拆开来看 要结合起来一起看 成律师抓住了关键点 那就是到处购买底商的钱 到底是谁出的 出钱方 想要对底商收益的支配权 拆迁户认为 购买底商的那块地 是大队商用拆迁补偿款买的 因此 理应属于拆迁户 股民不这么认为 拆迁以前大队站着没钱 用的是这个拆迁的补偿款 今天借此机会 就要让大伙都知道知道 这笔钱是哪来的 这个钱不是你们拆迁户 集资来的钱 他们觉得拆迁户又不是自己集资的 不能这么算 拆迁村民对这个说法很生气 当年市场价三万一平米 为什么要给咱们七千五一平米呢 这是大队要来的吗 这是给我们被拆迁村民的补偿 古梅对拆迁村民的说法不满账 满烧铺的钱 是他们村账上分出来的两千三百万 而村账上的钱 使古梅村里宅基地和其他土地的占地费 再加上一些工产 一共三千四百万 拿出来两千三百万买了这些底商 至于拆迁村民说的 大队由拆迁补偿款买的地 古梅表态 大队是大队 村民是村民 当初拆迁的时候 每个村民都拿到手拆迁补偿款了 现在赔什么又来要额外的 回欠村民张女士满是委屈 这钱的来意是 在我们拆迁地的 还有两米走道的 是我们被拆迁这块的利益 有一千七百万 最后这一千七百万 不够大队 补了六百万 情况很复杂 这笔九百六十万 到底应该给哪方呢 我们将具体情况大致来梳理一下 北京村庄拆迁 回迁村民楼下底商的地 是村里用拆迁补偿款换来的 而拆迁补偿款 又是村民用自己的宅基地 和他们门前的走道换来的 宅基地的补偿款 每位村民都拿到手了 而村里走道的补偿款 给了村里大队 大队买了烧铺 所以烧铺的收益 利益由全体回迁村民所有 外围股媒这边表示 他们是用自己村里账上的钱 分了两千三百万 买下来的地商 照上的钱 是村民自己宅基地的占地费 因此 地商应该属于他们 现在要搞清楚的 是地商到底有哪方出资 收益就归哪方 相关公职人员做了解释 回迁村民走道的拆迁费用 属于集体土地 不属于个人补偿范围 且2010年的时候 整个村的土地被征收 划分出了多个独立小区 一个村的拆迁补偿款 是在一个账户里面 不完全属于这些回迁村民 每个拆迁户 在分配补偿款的时候 已经拿到了理应 属于他们的一部分钱 因此 购买底商 是村籍提出的钱 这些回迁村民的出资 只能说是占了商铺的一部分 回迁村民提出了他们的诉求 现在的960万 以及将来会产生的收益 他们必须要到手75% 给股媒的 只能是25% 这一提议 遭到了股媒的集体抵制 股媒表示 他们也是这个大村子的拆迁户 只不过 和这些回迁村民 每个股民 包括这个小区的回迁村民 都占这些商铺的股份 他们的诉求是 也可按照每个人 所持有的股份来分配钱 回迁村民否决了这个提议 很多村民表示 他们并不持有底商的股份 原因是 他们到处农业人口 转飞农业人口 转到行政单位的 就不具有股民身份了 陈律师做了解答 这些村民曾经是股民 现在农转飞了 享受过相关待遇了 想要变回股民 来分股份 天下没有这样的好事 公职人员也表示 支持按股份分配收益 回迁村民瞬间炸开了锅 几位领导立马开展了会议 太久分配的最佳方法 并由村委会进行传达 给出的方案是 底商收益 先按村民所持有的股份分配 对于已经退股的回迁村民 持股人会单独拿出来一部分资金 对这些回迁村民进行一次性的补偿 补偿的金额是15年的半价暖气费 这个方案最终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成 事情算是得到解决了 一边是已经退股的回迁村民 一边是还持有股份的外围股民 他们迟迟得不到解决方法 就是因为眼底全都是商铺的收益 都想尽可能多的抢到这些钱 大家觉得最后确定下来的方案何理吗 如果是你又打算如何解决其中的争端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